这款号称地球上最快的跑车也推出了乐高 今日分享乐高机械组编号42151布加迪Bowlight 包装方面宽38高26后7 由于不是旗舰级产品 包装的尺寸并没有十分夸张 作为乐高产品肯定有获得布加迪的车型授权 下方还有4SR赛车的字样 而9家的年龄定位说明拼装难度并不会太高 拆开包装果然只有4包装块 而这个尺寸和价位主要是靠贴纸来实现细节 至于拼装说明方面 你永远可以相信乐高的说明书 那么话不多说抓紧开拼 整体拼装过程大约4小时左右 体验还是相当愉快 总体来说将这款神车的造型还原的不错 两半马蹄形拼成的前车盖确实有所体现 透过前车窗也可以看到驾驶室的细节 轮胎是橡胶材质 轮圈则用贴纸丰富细节 车身侧房则有CSR和乐高的字样 W16四涡轮发动机的字样也被贴在了定风翼上 顶部的碳纤维板和尾部的扰流板也是非常好看 车尾的X状尾灯和四个中置的排气口更是点睛之笔 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细节贴纸 但前方的布加迪车标和前轮的挡移板部分使用了一刷键 前方状杆上的圆弧和两根车窗的框架使用了软胶材质 虽然不是旗舰级 但车身的长度也有31公分 捧在手里绝对不算小 重量也超过了500克 而且整个框架的紧实度也相当不错 结构方面前车盖可以向上掀起露出前背箱 两侧的车门部分则是上翻结构 而翻起型的跑车车门永远会让人好感加倍 驾驶室内部可以看到座椅细节 双把手的方向盘和显示屏的仪表也有体现 顶部的碳纤维板也可以向上翻起一定角度 虽然底盘超低 但推车滚动依旧丝滑无比 机械结构方面 转动车顶的齿轮前轮就可以变向 推车可以转弯 才是这款产品正确的打开方式 而如果后轮滚动 就可以看到16缸发动机的运动 从底部就能看到齿轮部分的联动 将车顶的碳纤维板拆掉再看一遍 发动机的运动简直美妙无比 我感觉入门级的机械组 做成这样已经很够意思 虽然配色方面没有选择熟悉的蓝色 应该是为了避免和旗舰级的凯龙车型撞车 但黄黑的配色也同样是经典配色之一 还会很有新鲜感 所以想要体验入门级的机械组赛车 这款可以算是首选之一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非常重要 我这里心心败谢